坐落在高雄海景第一排的古山漁市場 打算从9月1号起暂停营业 被誉为全台最美漁市场的古山漁市场 去年底重新营业 但始终生意是没有起色的 因此今年6月重新公告招商 也将从9月1号暂停营业 新鲜虾子放上烤盘 卸压成烤饼 加入更多水产品 去年底二度开张的古山漁市场 一度也是备受关注 堪称知名的文创景点 没想到最近却在脸书贴出 暂停营业公告 不少国外游客反映 在网络上查旅游景点 根本找不到古山漁市场 其实他从开幕以来就一波三折 2022年10月开幕 起初吸引大批长鲜游客 半年后人潮退去休息重整 2023年底加入水产品 重新调整柜位二度经营 没想到短短9个月又停止营业 海洋局重新招商后 确认会由旱来物业接手 我们还是以餐饮这些都还是会有 那目前都还在规划当中 后续完成点椒后 将由新团队进行内部的整修和招商 那期待新团队的进驻 能为哈马新地区再注入新的活力 文青风格的鱼市场如今要暂停营业 原厂商这几天也陆续收拾 而接手业者则表示 未来会重新装潢整修 若有最新进度会尽快对外说明 打着文创大旗 强调历史建物大翻新 不过要怎么吸引人潮常驻 还是一大问题 古山鱼市场的崭新面貌 会如何呈现 外界都在期待 民事新闻刘颖纯镇赵佐 高雄市报道